通勤族有福了 北中南三大生活圈交通月票 7月1号正式上路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通勤族 接下来你只要每个月 花1200块办理好 TPass月票除了捷运可以搭乘 这次还加入了机捷跟客运 最厉害的来了 甚至是连台铁在30天内 都可以无限次搭乘 小时加1000多块 几千块有吧 两三千块 到底能省多少 实际算给你看 A小姐每天从基隆往返台北上班 单趟车资64元 不包含其他转程 每个月交通费约落在2560元 往后赶用1200元月票 一个月等于能省1360元 另外像是B小姐住在桃园 每天搭火车到台北上班 单趟是42块钱 再转搭捡运到中和 花费30块 一个月算下来通勤费高达2880元 之后买完1200块月票 每个月整整能省下1680元 我相信这样对他们来通勤族是方便的 比如说桃园或者是基隆 他们才会省最多 一个月省千元部 小补然而目前有不少通勤族 每天往返台北新竹两大生活圈 不符合现在交通部 县市政府推出的各种版本交通月票 延然成为了被政策遗忘的一群人 一定有 应该是算小的生活圈了 一日生活圈 我相信这样对他们来通勤族是方便 即便如此 TPass上路后 全台预估超过62万人受惠 通勤族省荷包 小确信还是难以满足每一个人 华语新闻张宣张亚株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